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种古老而庞大的生命 地球陆地上仅次于大象的大型石草动物 我们传统中的八宝里面就包括西角 西角是非常珍贵的 做成碑形它肯定是饮酒为主 绝大多数西角的赏玩 西角叼云涛海兽碑出自明代中晚期 碑身浮雕祥云海涛 波浪中分腾各色神兽 手柄刻为仓球 汉身碑面 亦如大明王朝出征海洋的企图 云涛海兽碑在船市的西角器里面是非常少 唐代以后中国没犀牛了 大家都不知道犀牛长什么样 明星时候犀牛角都是进口的 主要是通过南洋的海运渠道 跨过了万里波涛之后来到中国 碑形它也做成漩涡 你如果仔细看 常常会有一种惊惊动魄的感觉 赤壁怀骨图曾经出现在历代文人画中 苍松脆白 江水湍齐 苏氏与黄亭间佛印和尚 范州江上 畅旭又情 这一次怕被鲜毫避现地雕刻于西角器材上 赤壁图本身就是非常灰红的一个画面 卷起千堆雪 惊涛派暗 东坡等三人在这个偏洲上面观览三川讨论历史 那么最有意思的是呢 杯子里面还有一条龙 它是把前后赤壁图两者的意境都融合在一件西角上面 《周文书》雕赤壁图西角碑 《华异曲苏东坡前赤壁副故事》 《卑深刻心凯明》 仿赵宗学笔前赤壁图上原周文书指 明末清初西角雕刻铺破了纯粹的工匠的范层 开始和文人艺术相结合 它其实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风气 2015年 瑞士华裔收藏家邱大雄 向上海博物馆捐赠明清时期西角器珍品 由上部专家从它五十余件即将拍卖的西角藏品中任意挑选 上海博物馆原藏西角器一百余件 在全世界成规模的中国西角器收藏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们这批优秀的西角的雕刻工艺品都是无可比拟的这样一种珍宝 非常有价值的一产 层七夕于华家大地的犀牛 只能以文物 诗词等方式流于历史星河中 古人以巧夺天工的西角雕刻艺术 让它以另一种形态辗转留存于世 这些典藏在博物馆的天工绝品 也是对生息繁衍在地球上的古老生灵的纪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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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